了解过壁骨,只是初步的了解 那时认为壁骨就是不吃饭,会清空肠胃,排毒,饿食癌细胞之类的 但是真正遇见龙腾后才知道 壁骨原来不是简单的不吃饭那么容易 今天我就把我们夫妇俩通过壁骨后的收获分享给大家 我的女儿是2009年出生的 所以我和我老婆从2011年开始就想要二胎 中间经历了太多的坎坷 我老婆苏隆纹毒塞,关外孕 做了疏通手术,开刀做了光复千进手术 全部都失败了 光复千进手术做后必须得半年怀上 如果没怀上,他里面粘连又会粘回去 而且一辈子只允许做一次 2014年初又去做了可怕的四广婴儿也失败了 求职之路,身心疲惫 金城,金钱花了不下于30万 特别是做四广婴儿 那时对四广婴儿一无所知 以为非常的简单 去做了才知道有多么不容易 又是多么的痛苦 一周跑两三次医院检查 跑了大半年后开始打针,吃药,触拍拢 我老婆同步都打肿了 打了半个月后开始取卵 那时才知道原来做四公婴儿要经过这么痛苦的一关 俗话说,杀鸡取卵,那是多么伤身体 取完卵后,我老婆肚子整整痛了三天三夜 晚上痛得都睡不着觉 过了几天,医生通知过去做椅子 全部培养了三个胚胎 第一次放了两个椅子两个进去 另外一个是冷藏起来 移植后,我们一天一天的盼望 到了15天去医院抽血检查 宣布早宠失败 只剩下一个胚胎继续移植进去 再熬了半个月 每天都在体心吊胆中度过 最后检查还是以失败告终 这次试管的失败 我们不知偷偷流了多少眼泪 特别是我老婆 这身心、身体和心灵的创伤 是有多么的痛 去年我在百度上搜索壁骨两个字 无意间看到了龙腾壁骨 我看了里面一篇又一篇的精品日记 我一下子着迷陷入了进去 我跟我老婆一直聊 壁骨非常好 但她好像对壁骨一点都不感冒 我只能开始潜移默化她 我在淘宝上买了日本的养生专家 死缘结石的有一本叫空腹力革命 还有断诗华 还有那个《非诚勿扰》里面的乐家老师的本社 本社里面有专门一张全部写她断诗的经历 我自己看我了再让她看 还有平时我在听课的时候 故意在她旁边放得很大声 经过一两个月的潜移默化后 我老婆终于接受了壁骨这一件事 她也开始注册论谈 听课做大碍断练等 在九月初的时候 我们一起提交了报名表 都通过了 九月二十六号 飞机飞到了西安 中南山我们来了 二十七号下午终于见到了这一位神奇的张老师 为什么她会发信息 为什么她那么会分析隐喻 为什么她会让这么多人摆脱病魔 我一定要探个究竟 所以后来我也报道了导师课程 这一次我们夫妻聊都是闭了六天 第一天和第二天都没有一点饥饿感 精神也非常好 第三天早晨起来心脏 就我跟我老婆的状态是一样的 第三天起来心脏跳得非常快 全身没力气 然后全身发沓 跟就是跟花高烧的 要生病之前跟花高烧一样 微信上咨询了修心老师 他建议我们出去走一走 动人生养 我们就是就出去去爬山 走了差不多二十几分钟 不适感马上消失了 第四天开始状态一直都很好 我们是从九月二十七号 避到十月二号 因为三号要上班 所以二号晚上就复死了 还有我六天体重 只降了七斤 我本来就不怕 我担心说别人看到会有想法 要不我感觉我第一次闭个十四天 肯定也是没什么问题的 当我在第二次参加五十七的训练营 那一次我是闭了九天 通过这一次闭谷改变了我太多 我以前一直觉得我老婆问题很多 现在我才知道原来我的问题比我老婆严重多了 估计是我平时很多方面做的不够好 导致我老婆情意识里面不想要孩子 我的改变导致了我老婆的改变 以前在家里我是非常的霸道 一点点小事我都看不顺眼 喜欢骂人挑伤简视 自从闭谷后到现在我们没有斗过一次嘴 夫妻感情特别好 闭谷后才知道原来我老婆就是上天给我安排最好的女人 以前为什么我就没有发现呢 闭谷前我是想通过闭谷来调整我的肠胃便秘消化功能等 还有想增悔想叫我老婆通过闭谷能否怀上孩子 但真正闭谷后我对这些的想法全部都改变了 我的肠胃本来就非常的健康 是我的思想不健康 很多事情没有想通 放不下和外界比较太多 欲望过高 我为什么要增悔呢 我现在不是很好吗 强迫自己增悔的这一个念头本来就是一种病 还有更重要的是我为什么一定要我老婆生二胎呢 而且还想一定要生个儿子 我感觉我这几年和我爱人走的求职之路 真的是太愚昧了 太活该了 孩子什么时候来是上天注定的 靠远方和我们的德行强求不来的 一切放下后奇迹出现了 闭谷后的第三个月 也是12月20日左右 我老婆立假拖了五天 后面我买了市值测的是两条杠 刚开始还是有点不相信 又有点恐惧 因为担心又是公文运 但过了些天去医院做B超 检查结果是好运 孩子在子宫内 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那时医生都说想怀上的概率太低了 说子宫都在概化什么来的 就算再去做四公婴儿成功了 也非常难保住 拿到报告单的那一刻 我和我老婆都哭了 那是激动高兴 更是感恩的泪水 那一刻我们更懂得上天是公平的 一切对我们的磨难 坎坷都是有一定的道理 一切都是上天安排最好的 我的二胎孩子这个时候来 其实是刚刚好 如果早几年来 或者是2014年世光来的话 并不是最好的时间 因为那时候我贪念太多 欲望太多 我第一胎生的是女儿 我的欲望就是想生个儿子 如果没有生个儿子 好像这一辈子都白活了 接受不了没有儿子的人生 应该也是我这非要生儿子的 不健康心理导致 我们一直没怀上 如果前几年生的是女儿 按我那时候的贪念 那我的人生肯定是黑暗的 但现在我的心态心境是不一样的 无论生男生女 我有什么理由不感恩呢 没想到一切换下后 奇迹就来了 毕无后 对我自己身体和心理的变化 也是巨大的 我壁骨钱是110斤 英米72 壁骨后降到了 壁骨就是壁骨 壁骨后降到了103斤 现在我恢复到了116斤 胖了6斤 以前的便秘和胃炸都好了 以前吃半碗就炸 消化不了 现在可以吃一碗多 壁骨让我更加爱上了生活 经常走在路上 听着语音课和大爱 心中满怀着对生活的爱和感念 原来我竟能如此的开心 如此的幸福 原来我竟能那么从容 那么快乐 我真的是在 这真的是在壁骨以前 我从未想到的事 壁骨前 感觉壁骨肯定对我有帮助 但我没有想到的是壁骨竟对我有这么大的帮助 现在我对所有的人和事 我都是从心底的感恩 不管好事还是坏事 我都会当做好事来看待 都会怀着感恩之心 真正体会到张老师经常说的 练功比不吃饭重要 修得比练功更重要 我里面有一个备注 就是我并不是我老婆在怀孕了 我才有这种心态 而是在我老婆 就是在壁骨后 怀孕前 我就改变了 好了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